耳H 你呢 你当五子骑在这一箱吗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小民 hello大家好我是花叔 最近的老动画的文艺复兴 让我这些老二次元幼稚胡童年回来了 有没有呀 最近就是让你同片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哪一部呢 给他们聊一聊嘛 哎呀我说的是呢 齐魂这部作品啊 更是在去年推出了真人版电视剧 也就是说推过这部电视剧呢 也让这个IP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嘛 而且我那时候看齐魂差不多是20岁出头的样子 这个齐魂有20多年的历史 你现在几岁了 我现在依然也是20岁的青少年 那小时候看过齐魂的同学可以弹幕扣播一来集合了 今年正好是齐魂开播20周年了 官方为了庆祝除开今年PV之外呢 各种周边产品你懂的哦 特别是在今年WF展上面呢 Hex展区正好展出了这个齐魂的这一堆的灰魔啊 咱们这么多年来玩这个雕像基本上也都是美西啊 婚姻海贼这些 所以说这一堆呢 也算是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有没有啊 那之前我们有开箱过他们家的SUSKI嘛 齐魂表现确实蛮不错的 这次齐魂呢 我们也是拿到了第一手情报 废话不多说 开足 以雕像而言呢 这个分件量算是非常多了 而且就是说 以前后的分层呢 也很有结构感对不对 这个雕像的尺寸也来到了1比6的比例啊 不过在金色日轮和舒展的枝条搭配和风 柜山的场景加持下呢 整体的高度也有50多厘米了 第一眼呢 还是很巴西的 让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啊 里面有一套迷你棋子跟棋盘 也是1比6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上一局哦 你会不会下围棋啊 里面又等下跟我下五子棋了 大家应该也知道 齐魂的周边呢 并不算多 所以第一次看到这款雕像时 就比较有演员 老粉丝看到这个造型 更会觉得眼熟啊 仿佛是融入了非常多剧中场景 小光的造型不用多说 身上也有数字五的黄色T恤 出自于漫画第一卷的封面 黑黄相间的头发 至其未托的脸庞 双眼直视前方 目光非常坚定 X对于面目的还原 非常的不错啊 是我印象中的阿光 可以看出 助理的小光还原的是 巨重出出马路的欺人骑手 头身比较的稚嫩 从一个完全不同围棋的小学生 到了解围棋 尝试围棋 最后决心踏入职业赛场 雕像对衣服各处的褶皱 处理的都相当自然 并且呢 T恤还使用到了高光和硬义涂装 来体现层次 而向前伸展出来的右手中 还能看到黑子夹在中指和食指间 大比例下 细节的体现还是不错的 下半身站立于树干上 脚踏齐座 气上十足 而再来身后的 就是最强背后林 童原左维 嗯 按照现在的猎奇文化来说呢 我觉得左维应该可以称作为 SCP 左维使用了插画中的造型 为蓝本 白色兽衣随惯性飘舞 紫色长发 半复于空中 整体的氛围比较动感 而挂在乌帽之上的轻薄白纱 则是让人立马回想起了 左维与小光相遇的场面 左维的面部可怕十分立体 眼神深邃 扭叶细眉 还有最为特色的担子薄唇 还原出了俊美的长相 只是相比巨壮 感觉肤色要是白一点 会更加凸显左维的气质 紫色的头发 在细节刻画上比较的写实 一缕一缕的层次都能看到 外面白色的兽衣 同样使用了高光和阴影多种涂装 立体感 这不就来了嘛 用手持十股蝙蝙扇 高举锅头顶 可以看到掌心里的纹路刻画 也是比较写实的 手部的造型刻画 也凸显出了走位的贵族气质 手里拿的扇子可以取下 这里是PVC材质 虽然没有损某几个固定 但是正常放置没有问题 木猫上的白沙 其实整个还是挺大的 是一块半肚明的材质 如果能再通透点的话 感觉会更加的有限气 机主就到重点的地台了 重点的信息量是整个雕像 作为集中的位置 小光脚下的骑桌 采龙木质的层叠设计 表面的木纹刻画 使用了显示效果 熬兔不平的表面 真的很逼着 骑桌前面的云朵 则是让整体 有了一种血液的味道 桌上的棋盘 大家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曾寄居 作为灵魂的肥墓棋盘 造型完全幻影俱重 表面的十九路 刻画非常清晰 和骑桌一样 采龙非常显实的细节 没有进行固定 可以拿下来 甚至呢 单独作为1比6比1的摆件 也非常的不错 奇观表面 有简单的木质纹理细节 和旧画图状 里面就是一个个 独立分剑的黑白棋子啦 当然 我们呢 就可以拿来 还原作为 登场的名剧 有没有 其桌之下的地台 则是一个标准的枯砂锤 用沙子 石头 草坪 苔藓 组合成的威缩式里面景观 是一种日式园林艺术 用沙子 奶模拟水流 用石头 奶模拟假扇 而后面呢 还能看到 从竹筒中溢出的清水 落入池桃 这种景观 在日本画中啊 主要是用来 冥想和沉思用的辅助工具 是不是十分会一下 其实的氛围 作为矚目的 当然还得是这么一大棵树啊 搭配旁边的 缝缝柜上 和后面的金轮 其实也是沿用了 插图中的造型 树枝的细节纹念 也很显示 但是树枝上的松针 则是参照了插画 采用了异想法的日式强文 合并造型 但不了解的话 看上去还是觉得 有了一些突兀 在树枝和日轮上 一共有两只白鸽 双翼展开 呈现动感姿态 群毛层叠 服装呢 也很有层次 整个场景的地台 从上往下看 其实是一个八卦的造型 故意了平安时代的左围 那全面看完 Hex这款奇魂雕像 有没有达到脸的心理预期 最后码灌点 你来说是售价 这款奇魂的售价是4980 差不多5000块的档位 作为一款 这么瘦强的雕像产品来说 不算太贵 而且有两个角色 反而感觉更划算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有钱人都是这么算的 对于奇魂来说 看着20周年的纪念PV 也被我的感慨 20年过去了 能趁着20周年之际 推出各种各样的周边企划 也是非常难得 特别是这种收藏纪雕像产品 HEX这家厂能在众多雕像产品中 脱颜而出 一个是动态风格的设计 让雕像本身更具有看点 二来也是别具将心的 拿下了不少童年IP 比如全职猎人死神这些 希望日后能在HEX的雕像中 看到更多的经典角色 可以期待一波 那这期的唱和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对于这款小光和左围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弹幕或者是留言区讨论论 我是小虾米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